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海年哥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是一個Rogelite的ARPG 它的製作小組只有三個人喔,那音樂跟音效又外包給兩個人來製作 所以總共也只有五個人來完成這個遊戲的開發 真的很厲害耶,但是還是沒有比心路不猛 那去年就已經在Steam上面有搶先測試體驗了 那今年8月5號才在Steam跟Switch出了完整版 喔對了,這名字叫Dreamscapper 就是照夢者官方的名稱是層層夢境 不是那個層層恐懼喔,這種可怕的我也是不敢玩啦 那接下來就讓我跟大家介紹這個遊戲 我想很多人應該還不知道Rogelite的遊戲到底是什麼意思吧 那我就先講解一下那Rogelite呢它有幾個特色 它有一個隨機產生的關卡跟角色永久的死亡 也就是說每一次玩啊,關卡都會有變化不一樣 那死一次呢,就代表你要全部重來 不過呢,還是有保留一些東西 讓玩家可以再強化自己的角色 所以就是說,沒有Rogelite可能那麼難 like的話就一無所有喔 遊戲剛開始我們的女主角Cassidy會在夢境裡被嚇到醒來 接下來從小城鎮Bed Hill搬到了大城市Red Heaven 我是覺得一開始的故事內容實在是太少了 完全會看不懂在講什麼 雖然遊戲分為夢境跟現實 但是我覺得它遊戲主要的內容還是著重在地下城的戰鬥 進入夢境時Cassidy會用平躺入水的豪邁姿勢進入夢境 進入夢境中我們會隨機的拿一些武器跟防具的組合 也就是說會有不同的招式跟防禦手段 擊敗第一個Boss以後就可以自己設定組合囉 那麼近戰武器可以使用輕攻擊跟重攻擊 重攻擊可以破防也就是說之後會有怪物是拿盾的喔 選成攻擊呢會消耗理智 就有點像是MP的一種概念 另外我們還有一面盾牌喔 不管你用什麼武器都一定會有 那它除了可以格擋防禦以外可以盾反喔 另外我們還可以閃避 以及兩個會消耗理智值的理智攻擊 還有一個消耗整條理智槽的觸發石亭 不過它就像麥斯坦克裡面的子彈石階 也就是GTA5那個Michael的技能那樣子 光是這樣我們戰鬥就有8種動作可以做了 而且這些戰鬥動作都是可以更換的喔 像是近戰武器我們就有22種可以選擇 遠程武器有16種還有8種閃避的方式跟15種護盾 理智攻擊技能更是有37種耶 所以它的動作組合變化非常豐富喔 而且它的打擊感我覺得很接近CAPCOM的龍族教義 哇現在已經很少有廠商可以做到這個等級的打擊感了 非常難得還是小廠商捏 既然是ROGALITE 當然我們死後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帶走的啦 分別是解鎖更多戰鬥能力還有武器的火花 製作禮物用的靈感 讓夢境更多功能的玻璃 強化戰鬥能力的決心 其中讓夢境可以增加更多功能 會多出一些房間 像是可以有回復能力的生命之權跟理性之權 幫你的武器升級的附魔房間 還可以增加商人房間的物品 附魔跟物品都需要打怪獲得的十字殺來兌換喔 除了武器跟防具 遊戲中還有一個叫紀念品的東西也是增強能利用的 它也是可以用買的 那路上有時候也是會撿到 另外還有一些挑戰房間 然後會有一些小遊戲讓你玩 過關了會有一些獎勵 一個是踩地雷 另外一個是修水管 小遊戲都沒有說明 所以是要自己探索的 那總共有六成夢境跟六個BOSS BOSS其實知道它的攻擊模式以後 我是覺得就還蠻好過的 它比較難我覺得是在小怪子 還有越後面的關卡 那些機關陷阱也越多 所以常常還沒到BOSS我就先掛了 掛掉以後我們就要回去面對現實啦 沒有啦其實這個現實 比夢境簡單多啦 現實中我們就是到處跟NPC閒聊 增加好感度送送禮物讓他們喜歡我們 那就會有新故事出發囉 還有得到各種NPC不同的能力 那可以增加我們在夢境中戰鬥的能力 故事劇情方面我是覺得有點無聊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跟NPC閒聊而已啦 再從閒聊裡面知道一點主角的故事 可能是太破碎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帶入感 在夢境探索的路上我們有時候會找到一些回憶 不過它也跟NPC給的訊息一樣 都是有點破碎的 不過我看其他人評論他們 有些人是蠻喜歡的 很像洋蔥那樣子一層一層剝開它的故事內容 這遊戲給我的總體感覺呢 是戰鬥很棒 但是劇情不太行 近戰的選擇有一些很特別的武器 像是溜溜球啊 克勞德的破壞劍 忍者歸多納泰羅的長棍 種類還蠻多元的 不過劇情我覺得太破碎了 所以有跟沒有有點差不多欸 甚至我覺得Rogue Legacy的劇情還比他有趣 因為他在地城中可以找到很多人的日記 裡面的小故事我覺得還比 《塵塵夢境》的有趣多了 所以我只會給他77分 只推薦給喜歡優秀打擊感的玩家 在乎故事的話 就要看他說故事的方式合不合你的胃口囉 那我自己就沒有那麼喜歡啦 雖然他的戰鬥真的很棒 但是感覺就是少了一位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海綿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或幫我按個讚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